是的 選戰到這個階段裡面 當然今天看起來 我們正義連線 火力是全開 今天又公布了新的訊息 我們稍微來談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是不是現在因為年輕人選票 全部往所謂的民進黨 或者是中間力量去了 以至於藍營恐怕擔心 學校的學生去投票 會加速國民黨選票 變得很糟糕呢 因為今天早上在這個 就是PTT的版面上 出現了這樣的訊息 我們替觀眾注意到了 什麼消息來看一下 這是世新大學的教務處信件 這個我想無誤 這是公告 看起來的確是世新大學的資料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內容 這內容是怎麼說呢 各位老師你好 歲末將至代表校長再次感謝 老師這學期的辛勞與付出 在此特別跟你至上最深的敬意 這沒問題 好 平民接獲許多學生 由各種管道反映 提及部分教授 課教授老師呢 預在期末考提前舉行 最後一周以停課的方式來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選舉正好在最後一周 那麼他就說 為避免發生不必要爭議 請各位老師 除了另提簽 專簽的說明這個規劃相關教學活動之外 仍然希望奔據本校104學年度行事例的行程 於105年1月9號到1月15號之間 進行期末考跟期末的報告 所以1月16號就是選舉了 好 那麼這個裡面呢 那他說重點在這地方 重點是如果你已經完成了考試或報告 人就要留在學校 如果你沒有留在學校 請大家配合 這是學校的這個校籤是誰 是陳清合進上的 可是呢最恐怖的是這個部分 看起來滿像黑函的 但是呢這內容的確 我們先看他資料來自哪裡 20歲的政治小出櫃 好 所以他的文章 動態時報的下面 上面最可怕的內容在這個地方 他說如果你沒有按照 我們剛剛說的方式做的話 那麼將會把缺課記錄 上傳到教師評鑑 並在下學期及明年度 已無法配合校方不續聘 世新大學教授學生 你們這樣漠視你自己的一票嗎 意思是說如果今天老師 提前放假的話 他可能下學期就沒有辦法 拿到所謂的教學的許可 這是哪門之事啊 這個歐老師你在學校教書 像這種情況下 你覺得可信度很高嗎 禁止提前一週考試 如果你提前進行考試的話 你還要到校 如果不到校就不續聘 這種事情可能在學校發生嗎 第一個他如果真的提不續聘 教育部也會駁回 而且世新可能會獲得相關的懲處 或者補助款呢 明年就會大幅的減少 因為這個在教師法裡面是違規的 那第二呢 就算那一週是要這樣處理好了 也只到禮拜五下午 你越這麼搞學生越會自己處理 更會蜂擁而上 所以呢 如果世新這樣做了 而且看起來是真的這樣做了 他會引起很多年輕人注意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恭喜國民黨又有租一般的隊友了 那我又想起王小波王老師呢 他正好在世新做獨立董事 王小波是誰 王小波就上次打電話 打跟我call him argue半天 那個嘛 就是他們上次叫他們老師 我還聽他說 王老師你的老師可是民主鬥士 殷海光 這個殷教授啊 當時受到國民黨迫害的 一九六九年就過世的那一位 而且對整個自由民主有巨大貢獻 所以他就不太說 我說而且你是學哲學的啊 你學會哲學你為什麼要去審歷史的 沒錯 那他就只好說 因為沒有人要審 可是我明明聽到很多人要審 沒有人找他審啊 那為什麼他學哲學要去 involve這個東西呢 他就不要管這塊字 不是就得了嗎 所以後來他聲音就比較虛一點 那沒想到最近呢 他們又發作了 不是活秀座不存 對 他本來是活秀座很好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和某一位著名媒體人 發個line在內部傳出來 是一樣的嘛 他本來以為是內部嘛 他本來就說 我這是按照校規規定 應該不會有問題 可是當你照做規定 你加了那一條說 如果你不比照辦理 就不續聘 這就有威力了 是 不過對誰是確定有威力 我跟你講 對堅任老師 百分之一千萬有威力 因為堅任老師的續聘與否 沒有受到教師法的保障 所以是堅任老師比較擔心 對 堅任老師站在這個學校的比例 比例算是高一點低 四分之一 所以不低 二十五百分之一 是 所以有四分之一的課 他必須要按照這樣做 而且大學部 特別多堅任老師的課 因為大學部有很多實作的 他需要一些堅任老師 一些夜市等等 所以這些堅任老師呢 當然就不敢提前了 是一定不敢 這是保證不敢 但是我說年輕人會自己有辦法 他生命會自己有出路 對不對 因為再來一個是 很多年輕人 他根本禮拜五就沒有選客 對 一樣擋不住 投票是禮拜六 那既然都擋不住 幹嘛還做這個 接近到白癡的地步 就是下學期年度 以無法配合消防 不遜僻這麼白癡的事情 怎麼做出來 就國民黨跟豬這個動物 或者是這個生肖特別有緣 就豬一般的隊友 以及這個選這個神豬 來做代表 或者是以姓豬的做主席 都正好跟豬比較有緣 可是人家蔡英文也有小豬 對 就小豬把他打敗也是豬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有人老是要拿石頭 砸國民黨隊友的腳 這一點對我們民賢兇 實在是非常不利 那我們如果仔細去想他 這結果會多為年輕人吹多少票呢 我跟你說保守估計多百分之三十票出來 本來大家想說反正蔡英文 已經很高票了 對 我乾脆就不用回家選了 立委的部分他可能不是很有feel 對 沒錯 或者說立委反正贏就贏輸就輸 因為葉宜金也不會特別再為他回去嘛 對 反正他已經高達六七成了嘛 抗議你意圖讓人家不當選 他沒有沒有 他肯定當選 不然不然我跳那個曾文熙 好 你跳曾文熙 他如果沒有當選 我跳曾文熙 我要回應一下他 真的就算會當選 每一張選票代表的就是背後的支持 無論是蔡英文 或者是任何一個立委候選人 你能夠得到多少選票 代表你有多少民意 你將來所代表的民意就是這麼多 譬如說將來我如果提出一個政策 譬如說我實際舉例 我非常希望 我們不要只有照顧老人 我們老人當然要照顧 但是這個國家的少子放很嚴重 我希望可以照顧沒有選票的 不會發生的小孩 我希望有兒童津貼 但是這個沒有聲音 沒有選票很困難 但是我如果有足夠的選票 我將來提案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有力量 選票代表的是權力 對 不是 代表的是背後的支持 對 背後的支持產生的權力 對 所以我抗議一下 不行 還是要拜託大家支持我 但是我回應一下 那個歐老師所講 我覺得他講得很對 今天這個世心不是只有這個王小波一個人 今天我們看看他的董事長是誰 叫做吳永前 這個吳永前根本就是國民黨的 他在國民黨當智庫的學者 他當國民黨黨產 最重要的黨產 我們今天可能也會談到的 我們今天要講很多黨產 對 中投公司的董監事 那他這國民黨很明顯了吧 然後當過國民黨的中投公司的董監事 當過公審會的主委 那公審會的主委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當然這個他當這個公審會的主委的時候 台裡有很大一件 我今天要說的是校長 他就很明顯的是國民黨的 差不多是黨工級的 或者智庫級的人物 你這樣是誤蔑世新大學 我就這樣老師 我覺得你這樣講世新很不公平 我沒有誤蔑 因為他的校長的背景 如果他決定 其實要校務會議決定 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聽我解釋一下 他們大學法第二十三條 有規定要修滿十八週 才是一個學分 才是視為一個學分 那他們那個學期的行事率 都是學期開始的時候就有討論 那今年你記不記得在上班 那不續聘也是也是校務會議決定的嗎 你聽我開水 上班你在討論的時候 教育部不是三月的時候有行文 各大專院校希望大家審慎說討論 因為投票是大家的權利 你必須要尊重國民投票的義務 所以他行文各大專院校說 一百多所大專院校 希望審慎考慮說配合學生反鄉投票 結果後來所有七十幾所一百多所 有七十幾所趕快調了 他們的那個期末考 趕快調節 那趕快考完之後 讓學生反鄉投票 所以整個包括行政院教育部 整個都希望說大學可以配合 那你只能說公立的當然沒問題 可是私立的還是有自己 你不能說教育部局強迫所有私立的學校 一定要配合 可是總是要配合學生反鄉投票 我覺得政府都有在做 那你不能把世新說扣上這就是黨校 這校長就是國民黨籍 我覺得這種講法對世新大學 我沒有說世新是黨校 但是這個校長叫做吳永前 他的背景就是這樣 他是國民黨智庫的成員 沒有錯 可是你不能影射說 這就是國民黨控制的學校 我覺得委員你這樣講法太不公平了 那我還是回到問題的關鍵 今天我們大家討論的關鍵就是 為什麼為什麼就不續聘 對 這要是清楚來解釋 我覺得剛剛傑民哥 唸了這些作法 我也完全不認同 不能用這樣方式 好 你大學法 第二十三條有規定說 你要上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葉委員知不知道大學法 你去翻譯一下第二十三條 他要修滿十八週 才是四為一學分 歐老師在這裡他知道 可是你是不是說 學校不知變通 以至於學生課後還沒到處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四星大學就不對 他這樣太那個 明顯說了公道話 四星大學這樣 對 你這樣做的不對 你也不能說強迫說 如果是老師這樣做的話 就要給他不續聘 他們為什麼做這規定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 只拘泥於那個大學法 第二十三條的話 我覺得這樣太始股不化了 他不知變通 可是你要瞭解說 他們為什麼做這樣決定 那也不是校長做決定 現在所有大學都要校務會議做決定 所以那你就是去了解 為什麼這個原因 因為是校務會議 所以我們才提出董監 包括剛剛的王小波 包括這個吳永錢 為什麼可以做出 如果是校務會議通過 那我們就要質疑 為什麼這些董監可以通過 這樣子就不續聘 對可以質疑四星大學 為什麼不續聘 這一點我其實還有一點 就是我覺得 如果他們都這麼多跟國民黨這麼友好的 甚至當過中投公司的董監的 國民黨智庫了 包括王小波這樣急著 帶張董監的 他都還對自己交出來的 世新大學的學生 這麼沒有信心 覺得他們通通都是民進黨的 所以要稍微卡一下 沒有委員你不能這樣 影射 國民黨鼓勵大學生反鄉投票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影射 國民黨鼓勵 雖然國民黨在爭取年輕選票 非常的弱勢 一百二十八萬的年輕選票 國民黨可能拿不 可能連三成四成都拿不到 可是國民黨立場 還是鼓勵所有大學生反鄉投票 那為什麼要卡人家呢 事情是國民黨開的 我覺得委員你這樣影射太過頭了 事情的做法可以批判 我沒有影射 他的職務 我是巨石已爆 所以問題就越來越精彩了 我們來看一下PTT網友怎麼說的 PTT網友直接說來 PTT這個實業訪 Gossip上面直接講 抓到了 視新視綠 所以我們不用爭論 他不是藍的 是綠的 好 十月十五號是檢討考卷 更為激起了學生的這個賭籃 就是說你還要再檢討考卷 那麼十一月十六號 更建立學校回家投票的決心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廣告之後 我要請教一下三戰議員 你怎麼解讀 因為的確有太多資料顯示 我們這位董事長 吳永錢的他的資歷 確實蠻有趣的 而且他還是高鐵的獨立董事 而劉維琪是以前前任的 就是國民黨的黨產的 處理的最高指導單位 這裡面是不是隱藏著 吳永錢跟國民黨的關係 確實是有些關係呢 我們先進口廣告 好了 沒有 我們先進口廣告 進口廣告 天然 gonna 行 途步 就找就是 講